他祖上四代戍边御敌数百年 可凯旋之日却惨遭整个中原武林的背叛 天下第一的陈北旋被活活逼死在自家门口 唯一的儿子也被打入地牢遭受炼狱折磨 仅仅两年半就被反复折断手指三万多次 而那代表北天门百年根基的藏宝阁 更是在围攻之日便被各大门派洗劫一空 自此中原武林最强门派彻底沦为虚指 可那群名门正派怎么也想不到 北天门的最强功法竟是那不起眼的怪异符号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高墙 让整个中原武林都为之疯狂的最强功法 便会缓缓浮现在世人眼前 由于其功法雕刻采用的是失传已久的越和国文字 所以根本不担心被旁人看穿 如今只有北天门唯一的后人陈武元才能看懂 因此他每天都会在日出前爬上楼顶参悟功法 可面对各大门派寸步不离的监视 要想尽快将功法招式炼至大城替服报仇 那又闷又热的打铁铺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只因这里是那些上等人不愿踏足的脏地方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练习完重游藏宝格 可幽暗的房间中却突然伸出一只邪手 武元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在了原地 急切地表明自己是北天门现任门主 谁知那人文言却突然双手一软 武元抓住机会准备回头反打 可低头发现那人竟浑身已被鲜血浸满 惨白的脸颊下透着一副绝世美人的模样 这让生性纯良的武元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贴尔发现对方还有一丝心跳 于是一把将其抱回房间准备抢救包扎 可当掀开衣物的那一刹却发现 伤口贯穿整个肩胛且剧毒已扩散至全身 可如今整个北天门也仅剩这一枚护心解毒丹 那是忠诚老黄临走时留给自己保命的神药 一时间武元内心挣扎了两秒半 可看着女子冷汗的模样实在过意不去 咬牙心一横将丹药塞进了女子的嘴里 随后又凭着记忆一通银针扎在伤口周围 看似简单的操作却将武元搞得大汗淋漓 好在看样子似乎已经止住了淤血 就这样女子一直昏睡了半月有余 直到这天清晨才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虽然伤口已经得到有效的处理 可深处陌生环境的她却一场警觉 好在这时武元端着米粥走了进来 她没有多嘴询问女子的来历 只是淡淡地让她服下米粥暖暖身子 而女子发现武元身上没有特殊的气 看样子没有任何恶意才放下心来 但一句谢字却支支吾吾怎么都说不出口 只是表示自己养好伤钱都要借助在此 在两人的对话中得知女人名叫下雪 但对自己的来历却没有丝毫透露 而堂堂北天门后人怎不知此人的凶险 只是多年都过着形单影之的生活 下雪的出现让她尝到了一丝温暖 在此期间下雪以三天三夜关在屋内 她昼夜不停稳固心法开始恢复内力 只因体内中的这天下第一毒化浑毒 武元给服下的弹药如今已经无法有效压制 如今只能冒险用内力强行将毒气逼出体内 可重伤未遇的下雪却遭到严重反噬 眨眼间毒气便顺着经脉直冲大脑而去 剧烈的疼痛一时间让下雪昏死了过去 难不成自己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谁知这时屋顶却突然出现一个黑影 一把及时将下雪搂在了怀中 紧接着用执法封住经脉以防毒气扩散 少主 您醒醒 集中精神在尝试着运一次内力 而随着黑衣人的指导果然起了奇效 毒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指尖逼了出来 醒来后的下雪看着眼前的男人一惊 此人名叫死灵 身份不明 只知他是贴身保护少主和主军的死士 由于在途中遭到神秘组织的偷袭 导致三人重伤走散下落不明 在两人短暂的寒暄之后 死灵决定让下雪继续藏在北天门养伤 他则去找寻主军的下落 而屋内的两股气息却早被五元察觉 因为他已炼成高墙上的影子心法 只要开启全知全感 便能察觉周遭一切生灵的动向 但五元却没有戳破下雪 如果我知道你的身份 可能就再也无法面对面这样做着 下雪文言惊恶道 这世上当真有如此吃傻之人吗 此后三个月的朝夕相处 两人的关系越发熟络了起来 但谨慎的五元依旧未露出丝毫破绽 在雪儿眼里俨然一副柔弱的打铁匠模样 可这天三位年轻人的到来 让寂静的北天门突然热闹起来 他们接来自一个叫云中天的武林联盟 也正是当年逼死陈北璇的明门正派 这兄妹俩是四海阁掌门沈木海之子 哥哥名为沈远 年仅19岁 妹妹换作沈秀儿 方林十四有余 而这名女子则出自云中天联盟 九天里排行第一的西门世家 姑娘名为西门惠灵 今年二十 他们就这样声势浩荡地住进了北天门 刚进门就跟陈五元撞了个正着 这时沈远一副主人驾驶做起了介绍 五元自然也是抱拳恭敬回音 但沈远听见对方熟知自己的名号 便立马摆出那高高在上的姿态 嘲讽五元一打铁匠竟对中原武林感兴趣 好在西门惠灵及时出现制止打断 当天夜里五元像往常一样在打铁 可这时沈远的声音却突然出现在门外 五元闻言顿在原地冷汗直流 因为他一直开启着全知全感的状态 但却没有丝毫察觉到沈远的气息 于是他强装镇定询问对方有何贵干 你不会内功是如何忍受这热气的 岩霸从墙上取下一把刚打好的长剑 堂堂北壁后人当真不会武功 五元这才发现他是要试探自己 可对方乃九天沈木海的儿子 如果草率出手那多年的隐忍就白费了 还不等五元做出应对的反应 沈远便举刀朝五元刺了过来 浑厚的剑气犹如一条巨蟒咄咄逼人 可下一秒沈远却突然愣在了原地 五元竟生生地接下了这直击心脏的意见 而沈远在那瞬间察觉到了一股异常的气息 但还不等他逼问五元那是什么 西门姑娘听声已经冲了进来 第一时间给五元进行了包扎止血 正是五元的这招将计就计让沈远放松了警惕 看来刚才那股气息是我的错觉 只能以后再找机会慢慢确认了 一旁的西门姑娘怒骂沈远有为正派作风 但沈远文言却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铁匠屋 好在西门姑娘给五元喂了一颗极品丹药 这才让五元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待他从床上醒来时 只见夏雪坐在床边忍不住称骂道 你个笨蛋 打不过难道不会跑吗 就没见过你这么死脑筋的人 而五元文言却一把握住了夏雪的小手 自老黄走后你是第一个唠叨我的人 但突如其来的深情比狗都见 夏雪文言一把将手抽了回来 我可能马上就要走了 虽然与夏姑娘相识不足半年 可五元此时五脏六腑像是裂开了一半 但又找不到任何挽留对方的理由 夜里夏雪像往常一样打坐修炼 只见其周身被一道光球包裹着 看来是内力已恢复的七七八八 而这时离开多月的死灵却再次出现 他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主君 且当初被袭时的内伤已经痊愈 而此时一名青年正在前往北天门的路上 就在他感叹北方蛮荒境蕴含如此生命力之时 身后的地面突然出现一阵轰隆声 随后数十名打扮神秘的男人钻了出来 漆黑的衣袍露出诡异的兵器 只听那为首的黑袍男询问青年的身份 可身为天之骄子的青年岂会任人摆 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 此人极可能是那女人的帮手 眨眼间捂到黑影直奔青年而去 可随着一道爆炸声响彻天际 那烟尘中的青年露出一丝冷笑 随后左手一把钻住黑衣人的铁链 右手握全蓄力直冲凝销 双手同时发力将众人拽到身前 几人瞬间被青年一拳干费 紧接着又飞身一个大跳冲向其余几人 战场中央除了拳拳到肉的打斗声 丝毫看不清他们的一招一事 只知那最后一位黑衣人倒下时 青年却依旧稳稳地站在原地 只是身上多了几道伤疤和染红的衣精 而第一次出关就遇到如此强劲对手 这让青年意识到这群人并非中原人士 那恐怖实力就连追魂剑客白成员也远远不及 但即便这样 也依旧无法阻挡他前往北天门的步伐 而此时西门姑娘正准备给五元送药 却不料两人在门口撞了个正着 西门姑娘见状直接给五元道起了歉 当年你父亲被祖父西门华逼死 但我和我那冷血的祖父不同 我想尽我所能来帮助陈公子 然而这一幕却被西门家的护卫看在眼里 此人名叫莲苏苏 虽是一护卫 却被西门姑娘时常以姐姐相称 而到了夜里 西门姑娘叫住了从门口路过的神远 脸上却丝毫没有了白天那副温柔的模样 而是一脸淡淡地对神远说道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他对我们的计划很重要不能动他 与此同时不知何地遭到了无差别屠杀 从最后一人临死前的口中得知 此人名号为混沌之魔泰疆 这时一名小弟突然来报 鹰鬼队在途中与人起了冲突线 以全军覆没 泰疆文言愣在了原地 不敢置信精锐部队竟会被悄无声息地灭掉 不知那小弟又在泰疆耳边说了什么 只听泰疆一声令下 回魂浪漫 去北天门 而痊愈的五元似乎在火炉前鼓刀着什么 直到和下雪共进午餐时才知道 原来是用玄铁制作了一把梅花簪子 雪儿接过后呆坐着不知在思索什么 而五元却一边吃饭一边随意地说道 你不是快要走了吗 我想在分开之前送你件礼物 雪儿文言脸颊不由地犯出一抹羞红 故作镇定地表示没事送什么礼物啊 可以回到房间就抱着簪子爱不释手 然而这时死灵却突然出现 慌乱中的雪儿迅速将簪子收入怀中 少主 主君马上就到了 但是你刚刚收起来的是什么 宁可是我们的希望 所以不能有任何个人情感 雪儿为了不让死灵继续唠叨下去 便敷衍着硬了下来 而这时在观看功法的五元 却突然探知到一股强大的气息 于是便顺着那气息寻了过去 来人正是那个灭掉阴鬼队的青年 当是中原年轻一代最强之人 18岁便以93连胜创下千年难遇的不败神话 他就是九天不归谷谷主的三公子 苍天姑星谢霄风 他的父亲被中原各个门开逼死 自己还被一直监视 他没有丝毫办法 只能装成傻 每天都是打铁和傻 日复一日直到今天 平静的生活终于被打破 像老常一样 陈武元推开房门 忽然有一个匕首抵到了他的脖子 只见背后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 你是谁 陈武元心中一愣 这是女人的声音 随即说道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对面没有回答 只是将匕首往脖子上送了一下 陈武元立马答道 我是这里的主人 北天门的后人 你是谁 只听背后说道 我是 还不等这句话说完 就听见疯的一声 陈武元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 已经倒在了地上 陈武元看着女人胸口 不断地往外冒进 顿时手忙脚乱 不知如何是好 听着女人还有心跳 连忙将女人扶到了床上 随即一把拉脱 看着乌黑的血迹 陈武元也不敢 立马掏出丹药送进女人的嘴里 做完一系列操作 陈武元不由行众暗想 这个女人到底是蛇来 第二天看着醒来的女人 陈武元端着一碗粥送给女人 嘴里还说道 你要是再不行 我就给你说说 女人瞪大双眼 看向陈武元 你为什么要被我治疗 陈武元听完此话 轻轻地将粥放到桌子上说道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但是我不想再有人死在我家院里 看着并不说话的女人 陈武元随即准备离开并说 你叫什么 女人轻声说道 我叫夏英许 就这样他们两个人 过上了没羞没骚的时间 三个月后 每天门外突然出现了 一群不复之客 这些人的父辈们 逼死了陈武元的父亲 现在他们却要邀请陈武 参加他们所成立的仓武 就在刚刚 这些九老的后人们来到了北京 正好碰上了陈武元和夏英许 这些都五二代们表面上打着招呼 心中却想的是竟然还活着 只有谢霄峰感觉到了 陈武元不一样的气 随即被一群部位 带进心修善的房间 夜里 正在打铁的陈武元 被一个冰冷的声音打断 来人正是云中天九老之一 沈默海的儿子沈远 只见沈远东张希望的说道 你不会内功 是怎么忍受如此炎热的 还冠冕堂皇的问 可不可以看一下武器架上的剑 说罢也不等 陈武元已经开始打完手中的剑 就在陈武元眨眼的瞬间 沈远已经袭来 陈武元看着杀其腾腾的沈远 脑海中瞬间飘过千万的面倒 最终还是决定忍不下来 只听出一次的一声 鲜血在飞溅的瞬间 剑已经穿过了他的胸套 就在陈武元倒地的时候 又有几人从门后冲了出来 好像早已经守候在门外似的 只见几人假惺惺的扶着陈武 帮助陈武元指挟 对面的沈远看着倒地的陈武 一脸怀疑的想法 难道他真的不会武功 随其毫不关心的转身离去 西门惠玲假惺惺的说道 我和我的祖父不同 我想尽我所能帮助 出门后的西门惠玲 却埋怨的和沈远说道 不要再动他了 我们需要他这个北天门的事 房间内 夏淫雪看着躺在床上的陈武元 一脸担心的说道 是他们做的吗 你为什么不反抗 陈武元不由自主地拉着夏淫雪说道 除了皇叔 再也没有人这样给我唠叨 谢谢你下雪 夏淫雪一脸震惊地看着陈武 慌忙将手拉开 可是谁能知道 就在北天门外 一场屠杀正在飘飘靠近 他们逼死了陈武元的父亲 现在他们的子辈们还要陈武元加入他们 这些人来到北渊门后 测试出陈武元不会武 便冠冕堂皇地邀请陈武元参加住 我就没听说过客人招待北渊 就在陈武元假意奉承的时候 北天门外忽然来了一群不复之客 片刻之间 已是血流成河 房间内的众人听见声音 都是齐齐地探想窗外 只见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重点人 已经杀到了华铁阁下 来人正是混魔太家 听见声音 而且肖风直接冲到了楼下 嘴里还说道 你是何人 为何来捣乱 太将一脸狂妄地说道 你就是号称苍天不星的小鬼 口气不小吧 谢肖风上下打量一番说道 难道你们是皮 看着并不打话的太将 谢肖风直接双手捏去 顺时化作一道闪电中落过去 一股耀眼的光芒逼的人 根本无法整理 下一场 谢肖风的拳头 已经打中了太将的身体 看着倒在地上的太将 领着真男人 从不回头的谢肖风转身 忽然他的背后 传来了咔咔咔的声音 谢肖风转头看去 只见浑身是血的太将 竟然站了起来 随即抬手便是一道真气破体 看着闪开的谢肖风 太将一个飞身 直接来到了他的上方 随着太将的 一招魂魔回旋转 谢肖风被无情地踩在脚底 谢肖风哆哆嗦嗦地 抓住太将的脚趾 残暴的太将 看着谢肖风不服输的影 随即一脚又一脚的疯狂开塌 就在这时 一个幼稚的声音 出现在太将身后 住手 太将转身看去 来源正是沈木海的女儿沈秀 沈秀儿一脸傲娇地说道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爹是云中天 九天四海和沈木海 还不等沈秀儿说完 只见太将捂住耳朵 挥手的瞬间 沈秀儿直接化作了一盘肉鱼 在场的五二代们 都被吓得捂住了嘴巴 难道别人的命不是命 自己的命就是命了 在沈秀儿被打成肉鱼之后 沈忍发黄刺地冲向了太将 可是不出意外 因为太将一拳轰飞 西文和林郡转 连忙施展阵法 暂时困住了太将 随即对手下说道 带谢公子和沈公子离开 根本不看刚刚 海称兄道地的陈五元 夏淫雪拉住陈五元的脖子 正准备带她杀出宠 看着夏淫雪挡在自己的前面 陈五元不禁敢看万千 就在这时只听窗外红了一声 太将已经脱离了阵法 太将看着夏淫雪说道 小丫头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原来太将此次的目标 正是夏淫雪 夏淫雪看着混沫说道 你这个杀不死的怪 五元你快跑 下面的太将嚣张地说 要怪就怪你师父吧 随即发出一道枪 等烟雾散去 陈五元看着满头白发的夏淫雪 眼睛瞪得巨大 因为蜜叶的掌控者叶翁 坐下有四大魔杖 青风魔影 黑影神枪 破山魔王 以及白发魔女 只见夏淫雪说道 五元 我撑不了多久 快跑 可是转头的瞬间 陈五元已经不见了踪影 夏淫雪时刻转身冲向了太将 一段时间后 只见夏淫雪浑身写得被太将踢着 对面的太将说道 你为了一个逃跑 连头都不回的家伙送死 真可笑 夏淫雪没有多余 只是回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滴 五元 你是唯一一个带给我温情 再见 就在这时 只听穿着一声 太将的胳膊被声声砍断 只见陈五元站在夏淫雪身前说道 抱歉我来晚了 对面的太将震惊地问道 你是谁 陈五元一字一句地说道 北天门第五代门主 陈五元是也 他忍辱负重了三年 今天的他再一次看着心爱之人落入敌手 三年前他无能为了 现在的他要誓死保卫自己的爱与 对面的太将看着自己的手臂心里想道 这是什么怪数 明明我已经是不死之身了 怎么无法自语 随即双手 别拳风的一声 直接冲了谷 他这一时打了不可开交的耳朵 夏淫雪心中强道 五元 你究竟学了什么 为什么我丝毫感受不到你身上的气 只见到 周城路的太将灵敷月季 无数黑色的气团 随着太将的一声化 混远灭天下 顿时数不尽的气团向流行地 直接朝着陈五元落下 陈五元看着无法避开的骨骑 随即燃煮过的 黑暗夜磨灭 周身出现无数的气体 环绕在他的诸围 身体瞬间化出数不清的彩影 将所有的气团全部接下 只见陈五元又角用力 直接一见将 中的太将劈成两半 可是拥有不死之身的太将 哪有能力消灭 在陈五元近身的时候 直接一拳轰向了他 落地的陈五元看着太将 心中顿时一阵悲凉 已经到了极限了吗 而对面的太将 看着自己还没愈合的伤口 不敢再有丝毫犹豫 静止走到陈五元身边 缓缓地抬起右手 你今天让我很不爽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急 一道攻击正中太将面 正是已经倒地的夏颖雪 还在轻声地叫着我 太将看着夏颖雪说道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我就承执你 随即抬起右手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缓缓地落下来 来人正是夏颖雪师傅 四大魔杖之一的苏锦香 只见苏锦香说道 混沌之魔 你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太将一脸嘲笑地说道 把我创造出来的 可是你们毕业啊 此时夏颖雪的护卫 忽然露出鼻声 朝着陈五元喜去 男人为了救自己心爱的女人 撕下了三年的吻妆 可是女人的护卫 却要杀了她 就在抵手即将刺向男人的时候 夏颖雪紧紧地抓住了护卫 嘴里喃喃地说道 不要 他没有做错什么 是他一直在照顾我 是我的恩人 护卫看着夏颖雪的鼻子 也没有再多余 镜头一转 苏锦香和泰江正打动 但是泰江被陈五元打伤后 他的伤口久久不能遇破 所以令他的实力大打折口 只见苏锦香直接祭出了自己的兵器 月光轮抬手之间 月光轮雨朝着大吻一声 只见泰江大吼一声 舟舟 气外 在看时泰江已不见了坐 苏锦香缓缓地来到陈五元身体 眼神微距并开口说道 你就是北天门最后的门主 随后缓缓地抬起 手掌中一鼓 真气翻鼓 就在这时 不可以下银雪蹒跚地走过来 下雪 我的事你也敢插手 让开 北天门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而他是北天门的后人 下银雪泪眼婆娑地说道 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的事 说完一体重重地磕在地上 也不知道苏锦香想到了什么 愣神地瞬间说道 我可以放过他 但是你必须接受冰晶荧光大法 下银雪知道承受此功法会有生命威胁 但还是低头痛 随即转身一把抱住了陈五元 哭着说道 五元我要走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下一年只剩下独自一人的陈五元 呆呆地坐在废墟中 三年前 辉煌一世的北天门 因为门主陈光浩的死亡落幕下去 今天 落幕的北天门 却在一把火之中化作了一片废墟 就在下雪走后 没想到陈五元的所作所 被云中天仅存的外围成员 苏木上尽收眼底 而世间有阴就有口 当初云中天的其他人员折磨陈五元 是苏木上就下了他 陈五元也曾在背地里指导起舞 五天后 苏木上看着眼前 巨大的火灭 心中感慨万千 想着自己被发配到北天门的遭遇 毅然决然地走到陈五元身前 谢谢您知道我练功 从今日起 您就是我的主君 我苏木上愿扶走您左右 陈五元看着跪在地上的苏木上 震惊不住 随着苏木上一句句的誓言 陈五元轻声说道 好 起来吧 你就是我的第一把钱 在这充满阴谋与背叛的交流 北天门将会在他的带领下再次崛起 随即二人和通往赶来的皇叔 将北天门复制一举 随后陈五元和皇叔翻身上 苏木上对着陈五元抱拳说道 主君一定要多保证 陈五元回头答道 不知何时再见面 一定万家小心 随着一声描边 苏木上看着远居的二人心里想道 乾隆的离开是为了再次飞天 我会在宁亏来之前 做好万全准备 第二天 寒息而坐的苏木上 终于等来了云中天的队 只见一个骑着马的中年男人说道 你是谁 报上明来 苏木上见状掏出腰牌说道 云中天外党三组苏木上 被派遣到此地执行任务 只剩下我一个 来人听闻此话立马问道 北天门门主呢 苏木上闻言也不禁慌缓缓拉倒 死了 被大伙困住烧死 对面的大汉闻言转头说道 把这个家伙抓起来 押回分部审许 其余人仔细搜索废墟 三年前 他被人当成傻子任人欺凌 现在的他一见可搬山 断江 陈五元离开北天门后 和皇叔一起来到了吃宴山 决定在此前进修炼 就这样一趟七年功夫 本来每隔三个月 就会来到皇叔 今天却看不见他的身影 陈五元知道 皇叔如此守信的女 应该是出事了 陈五元拿起身旁的剑 今天的他准备出山了 随即用力挥出一剑 之一 那一生 眼前的山脉 竟不得他身体 兰州城内 刚刚下山的陈五元 直接来到白龙商会 因为皇叔正在这白龙商会 担任雕师 经过一番询问得知 六个月前 皇叔被派往南州执行任务 却不想就此事做 一同失踪的 还有山会的三公子 为此山会派出了 好多江湖人士 前往寻找 可都是杳无音信 正好今天又有一队人 马前往南州 陈五元决定跟随车队前往 去寻找皇叔 一同前往的 还有一个少年名叫文浩 文浩和皇叔一样 天字于论 可是皇叔 总是不耐其凡的教头 陈五元听着少年的唠叨说 文浩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紧紧地 跟在我的身边 就在这时 另一组人看护马车 说完众人进入客栈 就在众人大快躲递的时候 忽然进来了一群道士 为首的竟是 鸿蒙派的一代弟子 片刻之后 只听鸿蒙派弟子一声大喊 这里的厨子是谁 给我出来 只见一个父亲 带着一个小女孩 慌忙跑了出来 却忽然被人 将一盆饭扣在了脸上 如果说碰到别人七行八十 连习武之人 都视若无睹的话 那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看着鸿蒙派的弟子 不但将饭扣在了别人的脸上 还一拳将其打飞 在场的众人都看不下去 但是碍于其鸿蒙派的身子 却是敢目不敢言 就在这时年龄最小的 黄浩 却挺身而出 只见对面的道士说道 你又是谁 文浩虽然害怕得浑身颤抹 但还是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是标师 只见道士掩面狂笑道 你这是在野英雄重要吗 不过是低贱的标师 也敢插手鸿蒙派的事情 随机拔出了身上的长剑 叫嚣地说道 真不知天高地哄 今天我就信你一条胳膊 一旁的陈武元再也看不下去 一个甩身禁用指头 直接接住了剑 道士顿时惊出了一声冷汗 手中的剑镜也无法动弹 只见陈武元手指轻轻一动 道士手中的剑镜生成 断力气场 两名道士健壮 也不由分说 直接朝着陈武元扑来 陈武元不慌不忙 抬手就是肯定 打得二人哭爹喊娘 眼见道士还要上前 陈武元也不再说 直接上前将道士的胳膊 名成了马画 谁知在场的众人 不但不称赞 还要责怪陈武元处理不当 导致白龙商会和鸿蒙派 结下了梁子 陈武元听着众人议论 却也毫不在意 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我等着鸿蒙派来 白龙会的大小姐 欲言嘲笑地说道 你以为你是谁啊 鸿蒙派可是九大门派之一 陈武元轻轻说道 这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 鸿蒙派是很强大 但不会一直存在 说完也不多 静静地等待鸿蒙派的到来 我会成为照亮黑暗的一展 尽我所能地照亮前行的路 这才是我未来要走的路 有实力的人出手 帮助别人将剑一尔 那没实力的人出手叫什么 坐在火堆前的文浩 满脸歉意地向陈武元道歉 陈武元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的问题是没有考虑到 自身的门 谁都可能会惹事 而你惹了一件 你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 努力变强吧 随即文浩问道 哥 你手中的武器 为什么越看越好看 连来陈武元手中的剑 正是当初皇叔送来的 陨石打造而成 经过九九八十一篇的打造 剑城之日 烂天雪花 妖气四灭 于是陈武元命名妖剑雪花 就在这时 旁边传来了阵阵破空声 陈武元起身 看着一旁的鲁尾荡 来人正是鸿蒙派大师兄努广 真是一把好剑啊 你从哪里来 陈武元轻声达道 来自北方的剑客 努广立身问道 为何欺辱我们中弟子 还不等陈武元打话 竟然还折断鸿蒙派的 新武族文剑 必须受到惩罚 看着飞驰而来的众人 陈武元也不再多 轻轻地拔出了手中的剑 只见剑在出窍的瞬间 一股恐怖的气息 遍布全身 而他拔剑产生的风压 就已经逼得众人无法靠近 随着陈武元轻轻地一回 一道强悍的冲击波 已经将鸿蒙派的 二代弟子全部挤走 见此情景 悟广也不敢怠慢 急忙拔出长剑 眼中顿日清光大神 无音红花 可是面对鸿蒙派 大师兄的骨鸡 陈武元竟然还是 面不敢色轻松 气流乌广大神鹤岛 你这家伙 用权力和我打 陈武元听闻此话说道 那我可要尽权力了 只见陈武元手中的人 化作无数的残疑 他的周身对此 江湖 究竟什么才是江湖 难道打打杀杀就是江湖吗 想要见识陈武元实力的物语 却直接被吓倒在地 就在坚韧抵到吴广脖子上的时候 却忽然被饭店老板阻止 吴广看着来人震惊的教导 太平 在吴广了解了事情之后 对着太平说道 怪我自己太罪心了 你为什么不找闭关修炼的物语 原来太平也曾是鸿蒙派的意义 后被陷害逐出了鸿蒙派 只见太平静静地打倒 我厌倦了 我讨厌勾心斗角 文派内的情况让我很疲惫 继续去争论对和错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下半生 我只想为了我的妻子和女儿 吴广听着身后弟子的相互推文 如今无奈地仰天长笑 随后愤怒地说道 我决定将你废掉武功 就像你曾经对太平做的一样 然后重新整顿鸿蒙派 第二题 陈武元看向文浩说道 我都要被你看穿了 文浩开心地说道 哥 你真的太帅了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厉害 听闻此话 陈武元一阵无语 随即说道 文浩 黄叔教为你的三元心法 也不是普通的心法 我观察过你的身体 会越练越壮实 建议你可以使用重剑 穿落城内 文浩带着陈武元挑选重剑 可是陈武元都是剑练摇头 随即带着文浩 进入角落的一个铁匠 只见老板看着陈武元手中的剑说道 你为何做了一把腰剑 这把剑如果不是你拉着 一定要出大事 就算是你 一不小心可能就要被他迷惑心知 陈武元听着老者的话打了 我知道 谢谢老婆 我正在给他找一把合适的重剑 老婆转身就到房间内寻找 这是我年轻时候制作的剑 年轻人你试试 陈武元随即甘手举剑说道 正是我要找的剑 文浩摸摸鼻子跃跃欲湿 就在文浩接过重剑的时候 只停哼的一声 重剑直接砸到了地上 文浩剑装立马又举了钱 还笑着说道 看吧 完全小菜一碟 就在陈武元准备付钱的时候 老者却说道 这把剑分文不取 如果你觉得过瘾不取 下次请我喝顿酒好的 剑推辞不过老者 陈武元抱拳说道 我一定会再来拜访你的 随后二人离开回到客栈 只见二人推开房门后 房间内的众人 却齐刷刷地叫着 唐主 您来了 本来孤身一人 推开房门后 却有无数人叫你唐主 你肯定一脸震惊 陈武元和你的表情一样 却忽然感觉背后一个黑影出现 来人正是龙旗堂堂主 龙旗堂正是白龙商会这次雇佣的人 第二天 为何的众人 一起朝着南州继续出发 忽然路边冲出来一对妇女 只见二人满身是血地说道 请帮帮我们 我们是唐家的人 我是唐米利 我们唐门日后变当报答 只见龙昊心头一惊 除了霸权会和点仓派 还有第三股势力卷了进来 就在众人还在疑惑之陈 陈武元已经将老准暴起 对着唐米利说道 快上车吧 只见龙旗堂副堂主李武斯吼 你这是做什么 陈武元低声说道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准备战斗吧 车队的周围瞬间出现 无数新疯的眼睛 只听呼的一声 周围顿时浓烟光 无数的黑影朝着车队袭来 龙豪大吼一声 铁骑堂准备战斗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战争 是鬼兵团的队长 长毛也向车 只见长毛凌空 朝着陈武元狠狠劈下 被陈武元挡下的瞬间 反手就变换招式 二人你来我往 顿时打 长毛嘴里还不断地叫嚣着 让我看看你的真实实力 看着不断加快速度的车 长毛却是接连后腿 随即大吼一声 火龙鲸炎 周身顿时出现无数性 随着不断地势 长毛本以为陈武元 已经稍微灰激 却突然发现天空 出现一个身影 正飞速朝着他落下 这一声 在场的众人 都听得一脸不可思议 看着浑身是血的长毛 还在嘴子挣扎 陈武元直接一箭 砍断了他的场景 就在陈武元逼问之际 忽然一只带着 剧毒的剑射向陈武元 再回头时长毛已不见踪 回到车队的陈武 向唐门的人介绍道 在下明晨 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群 你好好地和他说话 他骂你傻子 非得动用武力 他们才能跪下和你聊天 陈武元一行人来到南中号 因为他实力太强 引起周围人的忌惮 不得不分到扬镳 唐米利一不守 看着带着文号离开的陈武 安定下来的陈武 准备独自去寻找 狐猛派物 推荐了三老书生 经过一张不寻想的打问 陈武元来到一片独立 兜兜转转发现自己 要能比他更聪明 要么以力破之 随即一击见起 整个竹林瞬间被劈成两半 镜头一转 二人正在石桌前 对陈武元说道 护广道长说 我可以见一下 所以我就来了 三老书生说道 失踪者是你的血亲吗 我劝你放弃吧 要不然 一不小心你 会不会丢了信物 有人布下大局 无论是谁 只要卷入此次世界 便会陷入命运的血污 知道他不想掺和的陈武元 随即离去 却在回去的路上 听到了让人不含而立的情势 但陈武元却听出的不一样 立马朝着声援奔去 只见对面的男人 看到陈武元后 开口说道 你来了 陈少侠 因为你在叫我 但我好像并不认识 在下金丹叶 赤鬼兵团说的果然没错 能回应我千里传音的 你是第一个 我能问一下陈少侠 是城河门吗 我没有是门 只学了点家传的工具 我只是来找人的 只要你把他们放 我就离开这里 放他们回去 我会有点麻烦 不如这样 等我完成我的计划 就放他们回去 我用我的名誉担购 陈武元听闻此话 没有再多余 只是轻轻地 拔出了手中的剑 如果是你 看着自己曾经信仰的门主 被中原最大的势力 生生逼死 就连门中的最强者 也选择了背叛 你是选择顺应局势 还是挺身而出 作为曾经是 北天门议员的任修 看着眼前的少年 一脸的不敢相信 尽管眼前的陈武 和脑海中的记忆很相似 但他还是自我安分 因为门主只是教他神子 并未教他武功 在他自己进行 心理博弈一方后 转身离去 就在刚刚 陈武元准备 强行留下此单意 但是这样的强者 一心想透 陈武元还是未能留下 随后便和文浩一堵前面 黄叔出世的地方 没想到路上 竟然碰到了唐米丽二人 他们正在被霸权 会护送前往墓西 陈武元看着领队任修 随即便决定一堆前往 正好看他老熟人 到晚 看着唐米丽二人准备入住 霸权会的分路清悦庄 陈武元随即抬手道理 他们准备去黄叔 曾经入住的客栈局 众人道别之后 陈武元带着文浩 来到墓西最大的客栈 进门之后却发现 只有一个小二在打扫卫生 看着进来的二人 小二急忙拨上来 客观里面起 马上给拧上我们的招牌菜 进入房间的二人 刚刚放下行李 小二拿着饭菜走了进来 这是我们招牌太顿礼 二位长长 说完便转身离去 可是片刻之后 二人竟然直接摊倒在桌子上 就在这时 外面的房门被悄悄低 一个带着连浦的头 悄悄伸了进来 这个男人就因为嘴馋 吃了一个黄河大礼 差点就被老板倒了鱼头汤 就在连浦南 靠近陈武元的时候 腰间雪花却发出一阵嗡声 而男人好像被迷惑心智一般 鬼使神差般打起来腰间雪花 本该昏迷不醒的陈武元 此时却回头看向男人 陈武元看着 已经被迷惑心智的男人问到 你是谁 男人哆哆嗦嗦地打倒 我是黑月中负责监视的亲人 是黑月川洛峰部首领陪月里 让我调查陈的身份 陈武元听闻此话一脸震惊 他也不曾料到腰间雪花 竟有如此威仪 直接让别人言听计算 同时他也非常疑惑 为什么贵为天下第一的情报 组织黑月会调查自己 随即将剑拿回到自己手上 剑在离开男人手上的瞬间 男人直接瘫倒在地 一脸惊恐地说道 发生了什么 黑月天字组亲人 我们聊聊吧 亲人听闻此话脸色顿时大 直接挥刀攻起了陈武元 欲除震而后快 可是二人的实力 失去双差太快了 三招过后 只听啪的一声 陈武元一个肘鸡 直接将亲人送至半口 同时右手捏拳 可供击击击人的腹部 片刻之后 陈武元潇洒地坐在椅子上 看着对面的亲人 这样的打斗声 终于将文浩惊醒 看着面前二人一脸的懵逼 只见亲人满脸是包地说道 你快点杀了我吧 反正我是不会说任何消息的 陈武元听闻此话 也并不生气 只是轻声说道 我对黑月并不感兴趣 只要你告诉我 失踪事件的信息 作为交易 我也会告诉你我的消息 你觉得如何 就在亲人点头同意后 外面却突然藏了一阵流杀的事 你永远不知道人心有多么险 阴陈光号只忠于北天文的事 阻挡秘言 权魔曹天佑等人便联合中原事 将其生生逼死 而他也如愿得到了南州的统治 现如今南州的动荡时间 已经引了云中天开始插手 为了避免云中天的势力介入南州 曹天佑开始全力围剿 最后竟然怕放跑邪恶事 直接命令手下 将沐西城中南宁老少全部屠杀殆尽 听见声响的陈武元三人 连忙来到吃发店 并入眼帘的全部都是尸横便宜 既有吃鬼兵团的尸体 也有普通平民的 陈武元心中的怒火海水难滴 只是他的一声 陈武元已经朝着最近的深远处 飞奔而去 对面的三人 连见陈武元飞奔而来 嘴里还难难说道 这群老鼠没完没了 让你们看看霸拳会的厉害 只见三人伸出如岩石一般的白色鼠蜜 静止朝着陈武元扑来 陈武元一眼便看出 这是白文日月拳 北天门的禁术 虽然此功法杀伤力极大 但是会缩短人的兽 慢慢的会神志不起 陈武元看着急驰而来的三人 眼睛摸摸大小 伴随着手中的雪花慢慢出现 一股恐怖的气势 竟生生逼得身后的二人无法睁眼 只见一眨眼皮 陈武元已经超高下来 身后的三人已经七零八路 看着其他人还要上前 陈武元直接一见一个 不知就这样过去了多久 陈武元发现前面出现一个 断去双臂的男人 但走近现才发现 此人正是号称八臂神将的任修广 难道为了成功 就连自己的挚爱轻跑 兄弟情义都可以不顾目 就因为任修广一直心系北天人 霸权会在屠杀木戏城的时候 竟然连任修广一起挤决 陈武元看着靠在石头上的任修广 一脸不可置信的叫道 任大侠 任修广听见声音 一边合作一边回头看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即将去世的原因 竟然在陈武元的身上 看到了陈光浩的虚影 随即轻声说道 你是武元吗 陈武元看着命不久矣的任修广道 没错 小时候任大侠曾教我一些武术知识 任修广听闻此话 立马泪眼婆娑地说道 你还活着太好了 当我听到你死亡的消息后 每天都被罪恶折磨 我没能去找你 对不起 是我太懦弱了 我任修广死后 定向你的父亲谢罪 你一定要阻止曹天佑 只有你有资格 随着一声可说 任修广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陈武元见状 轻轻帮任修广闭上眼睛 可能是被任修广一番真情所打 陈武元单膝重重跪下 像是在宣誓的声音 随即朝着霸权会追去 镜头一转 霸权会的众人进入一处闪路 只见洞穴两边 全是一个个兴奋的眼睛 这些人全部都是 被绑架的伤人和标识 被抓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群体变成了狂人 随即众人加快脚步 朝着里面进发 进入洞穴深处 高台之上站立之源 正是前天和陈武元大战的金丹叶 只见金丹叶开口说道 你们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狂人了吗 刚好现在是他们吃饭的使者 还不等众人有所反应 那些被关押的狂人进入 四面八方的狂人 朝着霸权居住 在场的众人瞬间乱作语 就在这时 一声邪气的陈武元杀了进来 只见陈武元双眼好像冒过一半 大声喝道 住手 如果你的亲人被抓走 朋友被杀害 百姓被屠杀 社会道义被疯狂见他 你会怎么做 陈武元看着场上的霸权会中人 没有丝毫犹豫 就将霸权会首领击杀 随后剑锋指指金丹叶 你到底是谁 金丹叶一边发动攻击 一边缓缓说道 现在的天鹰魔宫就是我 你刚刚使得是灭天魔影剑吧 应该是那位死去的北天文后人吧 陈武元看着攻击起来 目光一冷 又想发烈 直接朝着金丹叶破区 剑气和音波打的瞬间不可拍胶 不到三个回合 招架不住的金丹叶 直接使出了自己的决心 天光灭绝准 在烟雾散去 却不见陈武元的狗意 抬头看去 陈武元诡异的飞升至当空 嘴里还说道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被绑架的人还在什么地方 剑金丹叶冥完不灵 直接一道剑气 剑气火火之处 地面皆是寸寸碎裂 眼看金丹叶嘶出一口鲜血 陈武元立马乘胜追击 宛若一道闪电飞升越谷 现在的金丹叶再也无力 脚下的石柱连同 他自己全部应声炸银 看着已经倒在血泊之处的金丹叶 竟然还要站起来 陈武元没有办法 出刀收到一气何成 只留身后万青剑气 和蓄肉模糊的金丹叶 我已经如愿以尝完 只有这样才能唤醒沉睡的明眼 很抱歉把你的叔父卷了进来 你可以去爱巫山万绝谷看完 就在这时 陈武元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准确地说是 只要他一动就会伸手一出 只见他的身后出现瘾 手握银枪 身披斗梦 全身冒着荧光的奶眼 十年前 男孩的父亲被名门正派杀害 但是他没有被宠恨充分头脑 一直以匡扶天下为己 击败了一下伤人的天鹰魔宫金丹叶后 可是也迎来了他十年来的最大危机 就是四大魔杖之一的 黑翼神枪 面对男人的威压 陈武元的身上已经信出了一声猛烦 哪怕是全盛时期的陈武元都有可能不得 何况是已经接连战斗的他 男人轻轻抱起地上的金丹叶 没有多余 只是眼神冷得让人可怕 陈武元也不敢有任何 陈武元急速向后退去 可是那把长枪仿佛会自动伸长一般 仍然刺中了陈武元的胸袋 倒地的陈武元暗自砸手 不愧是黑翼神枪 不等陈武元有所反对 男人举起长枪 四周的空气被压缩了 从来阵阵爆炸手 身后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拟 正是男人长枪上的鬼灵 陈武元拿起妖剑血化 本想阻止男人失望 可是重伤的陈武元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陈武元眼看巨大的真气血 朝着他袭来 只能奋力抵倒 整座山顷刻之间化作一片废墟 等陈武元再次睁开眼睛 他全身已经被缠满蒙带 脑海中回想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蜜叶重出江湖 四大魔杖依然健在 不由地想到了下雪 就在这时轻人走了进来 原来那天是轻人 从废墟里将陈武元刨了出来 就在二人攀谈之际 文浩已经将陈武元的衣服拿了进来 临终天内 一个身穿黑袍头戴斗笠的家 正在看着飞鸽传来的情报 报告内容正是陈武元这些天的所作所 等男人看完情报 摘下斗笠 此人正是陈武元的第一把剑 苏木上 这个男人三岁练皮 五岁练武 不到二十岁的年龄 功夫已经到达厚颜无耻的地理 因为一直搜索母国的龙祈堂 准备直接依靠陈武元 结果看到陈武元下 立马装成一副巧遇的嘴 美剑 好巧啊 你也在这个客栈剧中 你现在可是声名大噪 听了陈武元一脸的语言 这就是你的称号 大家都在传江湖出了一位星星 出了客栈 陈武元转头看向龙豪 你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 我看着你的背影我就开心 听着龙豪厚脸皮的回答 龙祈堂众人脸昏不已 下一秒 众人来到爱乌山万绝谷 四周黑暗的环境 显得愈发的鬼 随着一声巨大的鼓势声 前面出现一个身不见底的洞穴 众人进入洞穴 只见一个个柱子耸立在洞穴里 只是越往里面走 越来越多的狂人躺在地上 终于在洞穴深处找到了黄叔 幸好黄叔封住了穴道 没有变成完全的狂人 陈武元健壮 立马让黄叔服下丹药 就在陈武元带人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云中天来人马 地起的还有唐比利二人 随即对着陈武元等人表示团结 还要接手这里 陈武元健壮也不多余 随后带着黄叔和唐家三公子离开 荒凉的北方 黑一神枪抱着金丹叶一步一 朝着更加荒凉的地方前行 最后将尸体给到了一个老人 老人抱着金丹叶的尸体失声痛 谁干的 北天门第五代门主陈武元 北天门还真是孽远了 我身为蜜叶的长老 曾经摆经战场的天空阴墓 现在正是召唤大会和令 四大魔杖的成员 一个都不能缺席 你相信天道有轮回吗 全魔曹天佑 用背叛兄弟换来的南州之地 现在却因为这次事件 落了一个封门的下场 而曹天佑却把这件事情 归到了陈武元的头上 解救黄叔后 陈武元一行人准备离台南州 却没想到碰到了三老书生夏整月 看见湖中泛州的夏整月 惺惺相惜的二人彻夜长谈 听闻陈武元要去云中天 夏整月一脸的震惊 这次事件过后 云中天肯定要调查我 既然避不开 那我直接就去找他们 夏整月听着男人的豪颜庄 想着曾经西门惠林对自己的起始 脑海中思绪万千 随后一字一句地对着陈武元说道 我三老书生夏整月 便成为北天门第五代门主 陈武元的军师 第二天集合的众人一起 路上黄叔对着陈武元说道 咱们马上就要路过 我当处捡到陨石的步 要不要过去看看 陈武元想着自从来到南州之后 雪花腰间一动频繁 随即点头头泥 二人立马朝着剑悬山跟去 现在的剑悬山早已是一片废墟 跟随妖剑雪花的指引 二人来到一处洞穴 洞穴深处是一个巨大的深壳 深坑周围全是尸体 而尸体都是被放血而亡了一世 陈武元心头一惊 这个场景赫然就是修炼 十字血模糊的痕迹 陈武元看着震动不已的腰间 心中无比的愤怒 难道为了自己的野心 背叛北天门还不够 竟然还杀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随着陈武元的心情起 他的真气仿佛不受控制 朝着四周飞散而出 正在行驶的龙嚎一行 却忽然停了下来 前面赫然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 来人正是权魔曹天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